- 已經開始了啊? - 我們好久沒有出外景了對不對? - 但是這一次的出外景是重要任務喔 - 是因為什麼事情呢? - 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老闆要賣車了 - 生意不好吃了 生意不好要賣車了 - 我們這一台就是我的車 先來吧 - 好啊 我還特地為了拍影片去打蠟了 - 對 - 好不好 一起上車 - 那待會記得那個車牌要先解掉一下 - 有啊有啊 要直接上車了嗎? - 對對對對 - 我們不是要先... - 就許哥前面 - 然後你後面這樣 - 緊進緊進 - 你看進來還是全新的 - 夠不夠 - 要欣賞一下它關門的聲音 - 噗 - 噗 -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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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那我上車呢 - 都一定先做一件事情 - 就是... - Play 音樂 - 這個是我最開心的事情 - 這一台是... - 可能要幫我拿一下 - 綁一下安全帶 - 喔好 綁一下安全帶 - 綁一下安全帶 - 這一台是2020年4月的車 - 2020年4月 - 很新耶 - 那2023 4月 - 為什麼三年... - 為什麼三年 - 然後要賣呢 - 因為我們跟... - 隔上租車 - 簽了三年 - 我們是用租購的方案 - 那三年到了 - 全部繳完了 - 我就可以賣了 - 那怎麼沒有人問喔 - 為什麼要賣車 - 為什麼要賣車 - 除了生意不好之外 - 那我們要先知道為什麼 - 要先買了 - 買車嗎 - 好像會耶 - 那我們音樂怎樣 - 關小聲一點 - 小聲他跟車很好 - 我們大概知道一下 - 沒關係 - 有多棒就好了 - YouTube 就放 - 不要廣告就好了 - 我不要廣告盈利就好了 - 對 - 就放吧 - 我跟各位介紹 - 這一台車當時 - 為什麼要買這一台 - 其實 - 我是很少用到車啦 - 只是覺得年紀到了齁 - 那公司也缺一些費用 - 我就跟Joshi哥說 - 不然這樣好了 - 我們用那個 - 格上的這種租購的方式 - 他是買 - 但是他可以讓你去報費用 - 對 - 那這樣子分三年 - 那每一年都是 - 等於他先買了之後 - 然後讓我們成為 - 每個月 - 付款給他 - 叫這個月租費啦 - 對 - 那三年期到了 - 就變我們自己的 - 那 - 那 - 本來我們要去看的是 - Toyota吧 - 還有 Honda - 這台灣人最愛的 - 兩大品牌 - 欸 - 結果我們兩個去試了之後 - 都 - 直搖頭啊 - 就覺得 - 怎麼 - Toyota 車一直很 - 跟不上時代啊 - 嗯 - 後來就放棄 - 那 - Honda 又太輕浮的感覺 - 那當時我弟弟咧 - 他是已經買了兩次的 - 買了兩次的那種 - 買了兩次的那種 - 馬自打啦 - 所以他是推薦我說 - 要不然 - 來試試看馬自打好了 - 嗯 - 欸 - 那時候 - 一看這一台 - 剛出來 - 算是新上市嗎 - 那他直接報價 - 因為我們這一台是頂規的規格 - 嗯 - 為的就是這一個 - 內裝漂亮 - 還有BOSS音響 - 對 - 你聽聽看就知道 - 差別了 - 不曉得影片可不可以聽得出來 - 但是 - 在車上 - 聽音樂 - 還有蹦蹦蹦 - 是我最開始的事 - 但是 - 我不是聽那個8加9的那種 - 的曲子 - 我都是聽那個R&B的 - 這是我最享受的時刻 - 那接下來為各位播放我近期最喜歡的 - Out of Time - 呵呵 - 欸 - 買車 - 講完了 - 那再來要問 - 為什麼要賣啊 - 為什麼要賣 - 為什麼要賣 - 這位小姐套招套得很爛 - 為什麼要賣喔 - 對啊 - 因為可是很棒啊 - 車子很棒 - 所以可以繼續 - 要繼續開 - 主要我覺得還是要用到 - 就是 - 你有沒有再用很重要 - 嗯 - 這一台 - 目前開的是 - 三萬一千零八十幾公里 - 那這三年我一定都要回原廠保養 - 所以保養的紀錄在這裡 - 上一次是兩萬八千九百九 - 一百一十年十一二十八 - 不是啦 - 講錯了啦 - 下一次 - 下一次是 - 下一次是 - 下一次是 - 對 今年五一二十八 - 或者 - 三萬八千九 - 但是 - 除非你開建車啦 - 不然你永遠不可能追上 - 它的里程數啦 - 喔 - 所以這個都是在原廠保養的 - 那 - 主要我覺得車子是蠻好 - 隨你的年紀 - 我覺得年紀到了齁 - 你還是要有一台車 - 就是幫助你代步 - 因為我們也騎了摩托車 - 騎了四十幾年了嘛 - 所以 - 有台車子是不錯啦 - 可以跑比較遠 - 比較遠啦 - 你可以把你的生活拉得比較遠一點 - 那最主要還是 - 你有沒有再用 - 那因為我是宅男 - 我大概 - 一個月開個四次吧 - 然後每一次出去都是 - 就是 刻意的就是 - 我必須要開車 - 去走一走 - 不然齁 - 車都沒動會壞掉 - 會沒電 - 對不對 - 所以 - 我覺得還是看 - 主要看每個人的習慣 - 對 - 那 - 當然就很像我們自己是在 - 賣香水的嘛 - 對不對 - 我們是不是有在幫客戶賣二手香水 - 我也常常在覺得說 - 有一些你曾經很喜歡的味道 - 很喜歡的香水 - 欸 隨著你的年紀 - 跟你的經歷不一樣的時候 - 你可能喜好會改變喔 - 對不對 - 那喜好會改變的時候 - 你用不到以前你喜歡 - 曾經很喜歡的 - 那把它拿出來 - 二手交易把它賣掉 - 搞不好你要賣掉的 - 你曾經喜歡 - 但現在沒那麼喜歡的 - 對此時此刻的某一個人來說 - 這對他是很棒的 - 已經找很久的東西了 - 對不對 - 所以我覺得車子也是一樣 - 就是說 - 我剛才新買的時候 - 哇 也是很照顧啊 - 哇 洗車打蠟啊 - 對不對 - 但人就這樣嘛 - 時間久了就 - 沒那麼 - 沒那麼呵護了 - 但我相信交到下一個 - 喜歡這台車的人手上 - 他一定 - 也會激起 - 重新對這台車的 - 熱情跟愛護 - 我覺得都是這個樣子 - 所以既然你用不到 - 那就交給下一個 - 喜歡的人 - 需要的人 - 我覺得這台是 - 發揮最大的價值 - 對 - 現在可以給大家看裡面的內裝 - 都還滿新的 - 滿新的 - 都很新耶 - 像女神一進來的時候說 - 哇 這個皮革味很好喔 - 已經三年了還有皮革味 - 對不對 - 要有新車的味道 - 對 重點是真的沒什麼在開 - 那我開車呢 - 我覺得其實你買車的時候 - 你要特別注意到 - 比較麻煩的是 - 你不曉得上一家 - 他怎麼使用這台車 - 那你看我的個性 - 講話穩穩的 - 事實上 - 我開車也都是 - 都是這個樣子 - 我都是 - 穩穩穩穩的 - 然後 - 我也不會去追溯啦 - 我只要上高架我都是 - 都是這個 - 定速 - 然後一百射下去 - 永遠不會接到罰單 - 對 - 其實我覺得現在這一台 - 因為它是頂規的 - 旗艦進化版 - 它是Level 2 - 就是定速跟車 - 盲眼偵測 - 還有你倒車的鏡頭 - 可以看一下 - 環景 - 對 - 還有後面 - 對 - 然後你方向盤轉動 - 它也會 - 告訴你 - 你接下來預測 - 預判說 - 你接下來會怎麼 - 會不會去 - 撞到或摩擦到些什麼 - 它就交代得蠻清楚的 -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- 後面 - 如果有動態的東西 - 它就會噔噔 - 像剛剛那樣子 - 告訴你現在的狀況 - 曾經 - 剛剛那種噔噔 - 我在倒車的時候 - 這三年至少救了我六次 - 如果你在倒車 - 可是它發現周邊有移動的物體的時候 - 它會給你強制剎車 - 我自己都嚇到 - 但是被嚇 - 雖然是驚嚇 - 可是比你撞到的東西 - 安全多了 - 對 - 對 - 所以 - 我覺得科技真的是幫助蠻大 - 那我自己也蠻喜歡科技帶給我們的一些輔助 - 因為畢竟人是會有失誤的時候 - 那這幾年這台車完全都沒有撞到過 - 也沒有什麼擦傷之類的 - 都沒有 - 那你要問我說這台車有優點 - 就跟人一樣 - 有它的優點 - 就會有它的缺點 - 對不對 - 那很多人賣車只會跟你講它的優點 - 都不會跟你講它的缺點 - 那我這人是比較誠實的 - 我一定要跟你講這台車缺點 - 就是它是爽駕駛座跟副座 - 坐後面會比較辛苦 - 因為後面空間其實不是很夠 - 我自己覺得啦 - 因為我 - 我有開車給就一個載嘛 - 就這台車 - 我自己坐後面我會覺得空間有點小 - 那或者是你在 - 對啦 不是長途 - 那就載你爸媽出去的時候 - 你知道 - 你爸媽在後面頂得很直這樣子 - 那就 - 我覺得是對老人家比較不好啦 - 但是如果是年輕人或者是小家庭 - 後面小孩子 - 我覺得是可以的啦 - 就是每一台車都有它天然的優點跟缺點 - 只是你怎麼用而已 - 這樣 - 那這一台算是都會休旅車 - 所有的機械停車格都可以停嗎 - 都可以停得進去 - 這是最好的 - 因為我現在也是停機械停車格 - 對 - 嗯 - 那 - 那 - 你說 - 很多人問我說 - 欸那你會賣車 - 像Joy哥 - 我們兩個一起買的嘛 - 對不對 - 他就不賣啦 - 他就會繼續開啦 - 那有人就問我說 - 阿你會捨不得 - 我就常常在... - 我不用常常想 - 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蠻放得下的人 - 對 - 就是每一台車 - 或者你身邊你曾經很喜好的事物 - 都會隨著時間 - 跟你一起度過美好的時光 - 我覺得這個 - 就好 - 其他我還蠻放得下的 - 對 - 看得開 - 那 - 下一台車如果我再買 - 我可能就會朝電動車了 - 因為還是跟個性有關 - 我比較喜歡 - 對 - 你既然活在這個年代 - 對對對 - 就是去盡量的去享受 - 就好像我說 - 我們很幸運活在這100年 - 1903年飛機被發明的時候 - 我們從A點到B點 - 世界另外一端 - 只要12小時到18小時就到了 - 對不對 - 為什麼不享受這科技 - 那以前人家旅行 - 可能一次要出去要 - 坐船要半年的時間 - 對 - 就是盡量使用科技帶給你的 - 好處啦 - 對 - 那我們今天的目的呢 - 是要去彩虹 - 彩虹什麼 - 彩虹 - 彩虹 - 彩虹 - 美梯 - 美梯公園 - 美梯河冰 - 對 美梯河冰 - 因為那邊拍會比較漂亮一點 - 嗯 - 忘記了 - 剛剛其實應該 - 要繞去那個什麼 - 什麼 - 對 我要上那個世民大道 - 喔 - 高甲 - 高甲 - 對 - 對你們可以感覺我開車就是 - 溫溫穩穩穩的啦 - 所以我從來不開120以上 - 因為 - 我沒有那個標速的興趣啊 - 那坐我的車都會覺得很舒服 - 都會很睡著 - 因為我也不太緊急剎車 - 或者是我都是很順的 - 就 欸 - 滑滑滑到自然停止這樣子 - 這樣子 - 買我的車是最棒的 - 我是真的要賣喔 - 嘿 - 那是不是 - 要介紹一下香水了 - 想說等你那個 - 講完了 - 講完之後 - 我講完沒什麼好說的 - 我本來要來 - 就是再來訪問一下 - 那這樣子賣車會不會 - 就是心情上如何啊 - 心情 - 這裡喔 中間 - 這一道 - 這一道 - 你比... - 泡滑 - 你大... - 比什麼東西 - 什麼什麼 - 左右轉嗎 - 我在這邊上去 - 對 - 這裡也是啊 - 左右都是 - 你比大力一點好不好 - 比這邊 - 比這邊 - 哇哉 - 轉了 - 你可以看到內側就上超級 - 好不好 - 讓大家看到我們平常的那個 - 小插曲就是這樣子 - 欸 剛剛問什麼問題 - 香水 - 要講香水 - 香水 - 講完了 - 香水 - 好啊 - 心情 - 就是 - 什麼香水適合這時候想 - 你知道要賣 - 要賣東西出去的時候 - 賣車 - 特別是這種大型物件 - 汽車應該是 - 人生的生活消費第二大宗吧 - 對不對 - 第二大筆的資金啊 - 金額 - 第一大筆是房地產嘛 - 房 - 對 - 第二是車嘛 - 那要賣車你說 - 心情會不會 - 有一點 - 嘖 - 有一點 - 呃 - 有一點小小的 - 捨不得 - 多多少少吧 - 對 - 心情有一點綠綠的 - 這時候 - 就要介紹 - 香奈兒的 - 這支 - 綠色氣息 - 綠色氣息 - 就像我現在的心情綠綠的 - 哈哈哈 - 不會綠綠的啦 - 不會綠綠的 - 這支的話呢 - 為什麼會推薦這支 - 因為這支是它是比較 - 就是 - 柑橘調性的香味 - OK - 那通常柑橘調性的香味呢 - 大家可以在選香水的時候 - 可以選這一類 - 比如說你想要讓自己 - 比較開心 - 或是讓周圍的人 - 聞起來比較開心的味道 - 你可以選這樣子的香味 - 那我們就來噴一下囉 - 好 - 那我先講一下 - 這一台車 - 因為我個人不抽煙 - 所以從頭到尾它都沒有煙味 - 那我有抽煙的朋友 - 我都不會請他上車 - 就是說抽完再上 - 或者是 - 不能在車上抽的意思 - 你最好抽完也不要上我車 - 剛抽完 - 因為剛抽完還是味道很重 - 所以我都一律say no - 那可能我個性比較敢說no - 比較不怕得罪人 - 如果怕煙味的人就不用怕 - 盡量不要 - 那如果你要買這台車 - 它還是不會有煙味 - 對 - 對 - 那還有人說 - 欸 - 那可不可以吃東西 - 我的想法是這樣啦 - 就是 - 車子是來服務人的 - 我們不是來當它的奴隸來孝敬它的 - 那在車上吃飯啦 - 吃點東西啦 - 我覺得都ok啦 - 對 - 好 - 那我現在就是 - 我都做定速 - 像這邊 - 視頻大道是80 - 我就會給它設定80 - 那距離調50公尺 - 盡量安全的距離 - 就這樣子 - 腳都不用動了 - 就不用踩了 - 這是我覺得這台車最大的好處 - 就是Level 2 - 最大的優勢啦 - 新科技 - 對 新科技 - 來吧 - 那我們來試一下 - 好 - 就是你現在可以 - 可以啊 - 我幫你噴 - 可以的 - 對 - 這味道很香 - 哇 - 這味道很經典啊 - 是 綠色氣息 - 綠色氣息的話 - 在香奈兒的這個Chance系列呢 - 對 - 跟粉紅甜蜜是並列兩個 - 最重要 - 而且是年輕人最愛的 - 是是是 - 也是算是在香奈兒的香水裡面 - 最好入門的單品之一啊 - 嗯 - 對 - 欸這個味道其實 - 很舒服喔 - 很多年輕的女生在接觸香奈兒的時候 - 會先嘗試從這種 - 瓶子也好看 - 對 - 然後香味也就是很清新宜人 - 對 - 那通常一般比較年長資深的女生朋友 - 認識的香奈兒大概都是No.5啦 - 或者是她的這個經典款嘛 - 對不對 - 對 - 但是年輕一些的味道 - 我覺得最重 - 最推薦的就是綠色氣息 - 跟粉紅甜蜜這兩款 - 對對對 - 那這也是我們以前賣的都是非常好的 - 那真的是來多少支就賣多少支 - 永遠都是歐洲配貨不夠 - 不會是賣不掉的 - 對 - 那林欣利講講看這個前調 - 現在身上怎麼呈現 - 前面的味道就是這樣應該 - 聞一聞你們大概都知道是那個檸檬的氣息很明顯 - 就是檸檬清新柑橘香調 - 對 - 前面帶出來的感覺 - 就是很清新很舒服 - 然後很明亮的一個味道 - 對 - 會讓你覺得一聞到就一個很舒服 - 讓人家就是充滿驚喜的一個清新的味道 - 真的 - 而且這個聞的本來心情綠綠的 - 突然都亮起來了 - 比較開心一點 - 對不對 - 本來可以賣那個 - 80萬的 - 現在都可以賣到90萬 - 對 - 就心情變很好了 - Judge哥有噴嗎 - 我聞得到 - 聞得到 - 聞得到 - 就許哥怎麼味 - 如果女生噴這味道 - 你會覺得她是個什麼樣的女生 - 她其實一開始的味道 - 讓我覺得有點像青鳥去掉皮革的味道 - 薄薄 - 青鳥去掉皮革 - 前面也是乾脆掉 - 對 乾脆清新的感覺 - 對 - 也是很舒服的味道 - 都很適合在車子裡面用 - 是 - 因為這種乾脆掉的感覺 - 如果是有點異味的話 - 它又可以除掉那個味道 - 對 - 蓋過去 - 因為那個味道比較 - 就是變比較清新感 - 嗯 - 因為尤其是在車子內 - 我很怕有人用那種很重的味道 - 對啦 對 - 你只要有一個人用那種味道的話 - 全車都會非常的 - 頭暈這樣 - 對 - 是 - 對 - 對 - 那我也順便要介紹一下這台車 - 我剛剛把音樂關掉 - 你也去感受一下它 - 隔音效果 - 隔音效果真的很 - 非常頂級 - 那再切上你的 - 那個BOSE音響的音樂 - 我想這絕對是生活中的最大樂趣 - 好不好 - 我現在家裡的音響都沒有這台BOSE音響來的好 - 這台車會成功就是它跟BOSE結合 - 真的太厲害了 - 所以一定要跨界結合 - 非常加分 - 非常加分 - 那這一支綠色氣息 - 你會把它排在你心目中的第幾名嗎 - 綠色氣息嗎 - 對 - 嗯 - 說確實系列嗎 - 對 - 確實系列它算是第二名 - 第二名 - 對 - 你會給它第二名 - 問我第一名是誰 - 對 - 第一名我們下一支再告訴你 - 其實是差不多的啦 - 硬要分才有辦法這樣分出來 - 不然我覺得是 - 對 - 因為是它使用的不同的 - 場合去使用它 - 就是說這支的話你會比較適合 - 我覺得比較適合像在郊外啊 - 然後或是說我們剛剛講的車內 - 不會太打擾人家的一個感覺 - 對 - 就可以用它 - 那如果剛剛又說另外一支 - 那要不同的場合 - 我覺得都各有特色耶 - 就是要第一名 - 我這支就很推薦啦 - 對 - 應該說第一名是看你當時的心情怎麼用啦 - 對 - 那像我現在要賣車的之前 - 心情有一點微微的這個 - 小灰暗小灰暗 - 複雜 - 因為沒有到灰暗啦 - 就是說應該是有點複雜 - 對 - 有一點捨不得 - 要開心還是捨不得 - 如果沒有賣掉的話 - 你就會很開心啊 - 對 - 賣掉之後就變粉紅甜蜜了 - 粉紅泡泡就出來了 - 那還沒賣之前 - 心情綠綠的 - 可以噴上這一支 - 綠色氣息 - 欸 - 告訴你 - 就算人生做一點改變 - 你都可以換出不同新鮮的氣息 - 就是 - 改變不會是壞事 - 通常你回頭看都是好事 - 是啊 - 那我覺得綠色氣息 - 有一種改變的能量 - 嗯 - 就是說它可以 - 重新出發的感覺 - 對 - 這是我最喜歡綠色氣息的原因之一啦 - 那事實上這一支前吊呢 - 一開始這柑橘會多一些 - 那帶著一些 - Chains獨有的特色的這種 - 花香 - 底韻喔 - 花香底韻 - 有有有 - 那慢慢的這柑橘下來一些之後 - 比較回穩 - 那這個回穩它的那個 - 穩定度跟它的優雅感 - 是 - 又更加鮮明了 - 嗯 - 齁對不對 - 嗯 - 好那 - 換你說說看 - 這個 - 你多半會用在什麼樣長的 - 你多半會用在什麼樣長的 - 我嗎齁 - 對 - 我這支的話 - 就是 - 就是蠻日常穿搭搭 - 嗯 - 對啊 - 然後聞起來會讓人家 - 覺得你還蠻活潑的 - 嗯 - 對 - 然後是不是屬於就是 - 呃 - 龜岸的那一 - 一定不是那一種類型的 - 嗯 - 對 - 然後會覺得你這蠻活潑啊 - 然後蠻陽光型的 - 是 - 對 - 這種感覺 - 這一支 - 那這個香奈兒其實我們都不需要多做介紹 - 嗯 - 那如果你今天是 - 呃 - 女生剛踏出社會 - 嗯 - 我覺得這一支非常適合 - 剛出社會的 - 剛入職場的年輕女生 - 對 - 你可以讓人家感覺 - 欸 第一 你年輕 - 第二 - 你沒有年輕人那種浮躁感 - 嗯 - 它會讓 - 對方或者你同事 - 覺得說 - 欸 這個年輕人 - 還帶一點內斂跟這個穩重喔 - 嗯 - 對 怕的是年輕人就是很輕浮 - 欸 不知道牢不牢靠啊 - 但這一支我覺得噴了之後 - 那種對你的主管 - 老闆對你的信心度大增 - 嗯哼 - 所以我蠻推薦 - 年輕人的 - 而且這支的話我覺得 - 就也不太分男生女生 - 我覺得如果是男生用它也非常好 - 嗯 - 嗯 也很適合 - 男生用也可以是不是 - 可以啊 - 可以啊 - 對啊 - 我覺得我決定今天噴這一支去球場了 - 呵 - 對 - 那現在這一條路呢 - 是我假日都去打球的一條路線 - 嗯哼 - 我還蠻喜歡這個球場 - 嗯哼 - 這一台車跟綠色氣息香奈兒厚掉 - 厚掉 - 掰掰 - 掰掰 - 你現在在路怎麼進引道就對了 - 對 - 對 - 對 - 而且這一片綠地真的還蠻漂亮的 - 嗯哼 - 現在假日都會有人來這邊露營啊 - 其實這裡也是平常車商他們來拍車子的相關介紹的地方 - 沒錯 - 太內行啦 - 那這一塊可能要整理成黃球場之類的嗎我覺得 - 喔沒有看它這個形狀感覺是 - 類似那種 - 公園喔 - 對 - 那種腳踏車XPAC的那種 - 喔 - 極限公園啊 - 極限公園啊 - 喔喔 - 這麼高級 - 因為它做很多坑洞的那些 - 對 - 對 - 我們過河堤了 - 這就是麥帥橋 - 這裡很漂亮 - 很多介紹車子都會來這邊拍 - 那我帶大家看一下這一台車 - 這三年 - 目前外觀 - 怎麼樣 - 沒有 - 沒有撞車 - 也沒有 - 插傷 - 那有兩個 - 那個小地方 - 帶大家看一下好了 - 應該是這一面 - 因為那時候車子 - 剛回來的時候 - 停 - 都是停巷子啦 - 那有被摩擦到 - 就是這裡 - 就是有車子開過去的時候 - 它這裡 - 被白車拋到 - 這裡 - 一根根 - 對 - 那還有這邊 - 這裡也是刮痕 - 那我就都沒處理了 - 所以也沒有任何板金或烤漆之類的 - 都沒有 - 那只有這兩個狀況 - 其他完全 - 都沒有 - 那可以看看 - 正面 - 前面 - 還是很完整的 - 很新啊 - 很新齁 - 開玩笑 - 剛剛才花600塊去打蠟 - 哈哈 - 它連輪胎都幫我打得亮亮的 - 那前後 - 前後 - 車 - 車打開好了 - 那我這 - 這三年呢 - 我也不喜歡 - 加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- 所以我就只有USB的線 - 那這個是 - 拍這個的 - 腳架 - 腳架 - 對 - 那所以都是乾乾淨淨 - 我這人就是 - 簡簡單單 - 不愛複雜 - 所以沒什麼 - 放什麼娃娃 - 雜物都沒有 - 那這個後面 - 對 - 對啦 - 我覺得太挺了啦 - 對 - 只是椅背比較挺 - 對 - 那這一台呢 - 它的特色是 - 因為我們是頂規 - 所以它這裡會有那個 - 就是 - 電動尾門 - 那我覺得這一塊是 - 可用可不用啦 - 老實講 - 行李箱隔板 - 這個滿好用的 - 如果你夏天到的話 - 還是要擋一下 - 你的前面的那個什麼 - 擋風玻璃 - 遮一下 - 溫度至少可以降個 - 十度 - 或不五度啦 - 十度太多 - 這裡 - 它這個是活動式的 - 那假如你要 - 裝什麼後面有衛生紙啦 - 你就可以把它靠上去 - 沒有啊正確啊 - 對啊 - 手已經拆掉太久了 - 對啊 - 那通常像Jay哥它就直接拆掉 - 對啊 - 那它是 - 可是還是會把它放著 - 齁 - 那其實 - 建議是 - 其實沒什麼作用 - 對 - 對 - 好 - 那如果你買這一台的話 - 前後的鏡頭我都會送你 - 因為我拿下來我也沒用啦 - 對 - 行車紀錄器 - 行車紀錄器 - 好 - 那待會再帶你看一下 - 那這個是電動圍嗎 - 好 - 好 - 好 - 那前面的行車紀錄器 - 也給你啦 - 而且它也有測速警報 - 對對對 - 測速警報至少幫我省了好幾萬塊了 - 對 - 當然重點是我也不超速了 - 對 - OK - 好不好 - 那我想汽車的影片就介紹很多了 - 我們 - 該回來介紹香水了 - 哈哈 - 剛剛這隻 - 對 - 比較特別是只有國外販售 - 對 - 因為我們是進口商嘛 - 是 - 對 - 所以這塊的話我們也有 - 就是比別人有優勢 - 可以拿到市場上拿不到的 - 對對對 - 你拿不到的不表示市場上沒有喔 - 只是台灣美景 - 對 - 只是因為可能台灣美景 - 對 台灣美景 - 那我覺得這個小的其實是蠻可愛的啦 - 嗯 - 綠色氣息 - 那它事實上就是綠綠的 - 對 - 那粉紅甜蜜就是 - 淡淡粉粉的 - 淡淡粉粉的 - 這是最大的特色 - 是 - 那一支厚調在你身上 - 現在怎麼呈現 - 它是不是有色香 - 我覺得有耶 - 有耶 - 雖然說我看它香調沒有寫出來 - 因為其實香水 - 它有些香調是不會寫在香調上面的 - 是 對 - 那這一支的話我覺得它後面再多一些 - 微微的花香 - 淡淡的花香 - 跟貼膚的色香 - 是 - 對 - 那我聞到的花香 - 不是你聞到那種很爆炸性 - 很強的那種白花 - 不是 - 不是喔 - 它是把它有一點 - 呃 - 柔潤 - 潤化掉了 - 那也會更加貼膚的這種花香感 - 對 - 那這是我覺得香奈兒在處理花香的手法 - 最高明的地方 - 而且它有他們家特殊的一個香味 - 是 - 你一聞就說這是香奈兒的 - 對 - 蠻特別的 - 對 - 而且這味道你也會蠻常聞到 - 因為它夠受歡迎 - 也夠經典 - 所以你常常說 - 欸我曾經喜歡過哪個女孩子身上就是味道 - 啊大概就是這一支 - 它會讓男生很有記憶點 - 是是是 - 嗯 - 好 - 那換我們評分的時間了 - 對 - 這一支 - 你會把它定調在什麼香調 - 很明確的柑橘花香調 - 很明確的柑橘花香調 - 柑橘調多一些 - 是 - 那0到10分呢 - 1到10分我們會給它9分 - 9分 - 9分的原因 - 我覺得它的話就是很日常穿大家都可以使用 - 上班也可以 - 然後休閒我覺得運動也可以 - 喔對對對 - 是蠻實穿的 - 然後它的持久度呢 - 因為它後面稍微貼膚一些 - 說真的它持久度可能沒有到蛋香筋那種 - 就是可能到七、八個小時沒有 - 頂多我覺得五個小時差不多 - 但厚調的是就是淡淡柔柔的 - 是 - 也是蠻舒服的味道 - 那我覺得這一個味道可動可靜 - 就是你動態的 - 像剛剛林欣講的 - 你去運動騎腳踏車 - 我就這一支 - 哇如果你騎腳踏車它的味道會更擴散 - 那那種騎著腳踏車 - 後面會一直跟著很多的蒼蠅在後面跟著你 - 那如果靜態的話 - 我覺得在圖書館這個味道也都不會侵擾別人 - 就是對 - 它不是那種擴香性太強的香水 - 就是真的恰到好處 - 對 - 所以我才覺得這支男生也可以 - 是 - 那這一支如果0到10分 - 我會給它10分 - 因為男生坦白說蠻喜歡這個味道 - 如果你要送女生禮物的話 - 我絕對不能錯過這一支 - 這是很多女生絕對送出去安全派 - 你不會被退貨的啦 - 她也會喜歡 - 然後牌子也有訂過 - 也大 - 對 - 那絕對是你送出去不會被退貨的 - 最好選擇 - OK - 對 - 我剛剛也10分吧 - 對 10分 - 那香調會落在花香貼膚 - 一個鋪倒香的味道 - 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- 好吧 - 那謝謝你今天聽我們汽車 - 要賣汽車的故事 - 還有那個順便介紹一下香奈兒經典的 - 可以推薦這支給你們 - 讓你在所有面臨人生的重大轉變的時刻 - 綠色氣息都可以給你滿滿的能量 - 一個refresh清新的感覺 - 重新接受新的挑戰新的生活 - 是是是 - 回頭看改變都會是最好的 - 是 - 掰掰 - 掰掰